你以為在澳門吃宵夜 只有水蟹粥炒軒這麼悶嗎? 想不到在蜜山街的街角 讓我發現到一間日式燒肉店 燒肉店的裝修很有日本風格 全部跟隨日本蒸肉店的設計 而喜歡吃牛的店主楊先生就說 希望可以將日本人吃牛的標準帶到澳門 如果我們將心思放在 如何保持這個部位 有那個部位有的 而做一個套餐出來 不如我們想想如何保持牛的水準 會更加好一點 我不想規限自己有多少個位置 一定要做這個測驗 我們希望能夠將那邊的東西 燒肉店帶過來 而餐廳菜用的牛 全部由京都直送 供應多個不同牛的部位 當中有不少都很稀有的 大家來到可以親自去凍櫃選 不過每次來貨都不同 想吃一些特別部位 就看你運氣了 今次我就選了三款肉 當中最特別的就是三角肉 屬於近古肉的部位 每隻牛大概只有3kg 連煮較爐 燒肉放在爐上直接燒 一面燒長一點時間 另一面就要短一點 就好像這塊三角肉 正面燒40秒左右 反轉燒多10秒左右 這麼快就燒熟食得 果然牛味濃郁 不會太油膩 入口即溶 除了燒肉 燒夜當然不能少串燒 串燒用近肚腩的福脅肉 但吃起來又沒什麼肥膏 配上杯啤酒 真爽 另外這個牛肉Tataki 一樣出色 廚師將牛肉慢煮大概一個小時 加入柚子醋、芥末和洋蔥 吃起來很刺激 想吃飽一點 可以叫碗拉麵 留意餐廳逢星期一休息 大家下次在澳門肚餓 想吃宵夜 不妨去試試 好可疯 看 oriented句話 明日不知道